随着临时进入慈慕身体 他终于获得香柳的力量 身体发生巨大变化 变成了半人半妖 随后慈慕操控黑手进入妖狱 接着吐出一团巨大黑物 顿时妖狱的妖们都变成了傀儡 在慈慕的控制下朝着京城出发 一场人妖大战即将打响 秦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直到亲眼目睹慈慕师兄沉醉的模样 才意识到自己替他背了十几年的黑锅 秦明忍无可忍一巴掌伤过去 但现在的慈慕 已经拥有了香柳的力量加持 秦明根本不是其对手 即便曾经斩杀过香柳的屠山剑 也完全没有作用 随后黑手从天而降 将秦明重重砸在地上 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 与此同时 秦明的小妖们为了阻止重妖进入京城 来到戒桥做好防守准备 平月秦明时刻训练他们 就是为今天而做准备 很快密密麻麻地腰冲了过来 士神们顽强抵抗 突然所有人停下 只见慈慕骑着黑手 绑着秦明走了过来 随后慈慕当着所有士神的面 用处须刺穿秦明的身体 接着把他丢下戒桥 士神们悲痛欲绝 秦明早已料到今日 提前告诉他们 如果他陨落 士神们可以自行离去 然而多年的感情 士神们早已做好 同生共死的准备 之后他们殊死抵抗 另一边 秦明并没有死 项柳趁虚而入进入他的大脑 原来慈慕终究是人 无法和项柳的力量完美结合 更无法将其复活 而唯一能帮项柳达到目的的 只有天生半人半妖的秦明 看着戒桥上正在顽强抵抗的士神 秦明动容了 项柳健壮准备强行夺射秦明的身躯 不料秦明反念护身重 用同归于尽的方式 逼迫项柳成为自己的士神 最终项柳被迫臣服 而秦明付出的代价 就是继承项柳所有恶业 彻底断胎七情六欲 从此世间再也没有秦明 随后秦明成为了彻彻底底的妖 看着满头白发的秦明 慈目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但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拳打 接下来 秦明开始疯狂暴虐慈目 几招下来 慈目连连败退 虽然同为半人半妖 但力量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随后秦明轻易干掉慈目 取出他体内的灵石 失去灵石的力量后 慈目瞬间灰飞烟灭 与此同时 白尼从雪地里醒来 他赶到戒巧 试图把秦明带回阴阳寮 然而现在的他 早已不是阴阳师秦明 自从诞生的那天起 命运就已注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